老板 你翅膀也硬了是不是 你知道翅膀硬了什么下场吗 不知道 这就是翅膀硬了的下场 等等 给他们一人发一个 我看以后谁敢给我辞职 真香 辞什么辞 好吃 老板给你加薪了呗 那加薪能让你知道 你知道了你别得加 让你知道的那都是加班 加班呀那得发朋友圈 让所有人都知道 再加班就马上辞职 正经人谁天天加班 他得有时间做吃饭 接睫毛 做美容 看电影 买衣服 还得让老板发奖金 让他发不住 老板真是个大手提子 到位 抖音 绝结束 做工作 做工作 要从工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就是比如说你是老板 你会怎么做 我是老板啊 那你先做 这个方案 做不完不准下班 做铁医生的帮忙 对 你下班了 你加油啊 这都几点了 初姐呢 啊 看不出他走了吗 老板 这合同今天签不了了 是吗 为什么 无总工资都还没上班呢 人家清净结婚了五天假 怎么这么好的老板呀 你看现在网友都说了 无总是全抖音最好的老板 走吧 明天别再上班了 不是 老板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我给你放三天代薪假 行了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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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呀 滚 我可以放下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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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 哎 初姐 嗯 到底是什么支撑你在北京独自打拼 是 理想吗 理想什么啊理想 我是觉得吧 如果我不努力的话 别人肯定要说我了 我除了漂亮 一无是处 她们都会这么说我的 她們都会这么说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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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她们都哭了吧 朵昀 a